看看这个牛肉质量啊 呃可以说这家店的话是目前下方 牛肉质量最好的一家店 一起来科普一下吃点餐式牛肉自助的小知识吧 夏日年年有我超年做家早中晚都饱我吃老虎 今天在集美啊去吃牛肉自助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老虎你怎么最近老吃牛肉啊 我都已经看腻了 因为自从那个牛云味倒闭之后 我就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牛肉自助作为那个补给站啊 也会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会问我 呃老虎厦门哪家牛肉自助你觉得最满意啊 作为厦门的自助自助餐宣传大使 我也是我也是一直吱吱吱吱回答不上来 所以就挺尴尬的 我只能努力去寻找去尝试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话废话不多说已经饿了 走吧 真是太巧了 现实特惠74块4一位 原价的话要90张 在万科里旁边啊 停车方便 好了已经上来了 像现在那个短视频里面有很多那个 吹上天的牛肉自助 而且还还比较便宜 那种店我就不去了 因为已经已经很火了 那些店我有去吃过 就是五八八门的很多什么 呃糕点炸蒜呢 也话缭乱的 但是那个牛肉质量都不是很好 而这家的话它是正常价格93一位 然后锅底是免费的 然后那个呃纸巾和饮料是要自费 人均大概105 而且这边的话是没有那种 无法包门的东西 就只有呃牛肉青菜 然后一些丸子 我想的话 他这个价格还算是蛮贵的 应该他在牛肉上面应该动了手脚 呃下来功夫 选了一个清汤锅 牛肉的话就选 剑子的剑子就是五花子 然后吃肉和吊龙棒 这三种肉各来四方 先那个 试一下 像这种呃黑不垃圾的嫩肉啊 就不要吃 很柴的 现在的厦门的牛肉自助 非常多 很多都是那种 呃 五花包门的什么零食饮料啊 一大堆的那种应该比较适合 小孩子 那都是虚的 我是觉得那个牛肉自助的话 你只要牛肉好 就可以了 先上了五旁 看了一下这边肉 确实可以啊 看一下 哎 雪花纹路非常清晰 这是那个五花子 很漂亮啊 又上了四盘这个嫩肉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哎 这三家怎么这样啊 没有点的呢 为什么要给我上那种呢 其实这个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每一家这个点餐 是牛肉自助谷歌的话 你点十盘 呃 假如你点吧点四盘五花子 他不会给你全部上十盘 顶多给你上五盘 所以说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就比较正常 先来两盘吊龙爽一下 OK 哇 这个很好吃 很嫩 交起来就可以分了 如果那个钱上这种肉的话 呃 这个老板很容易就会亏 哈哈哈 嗯 朝上牛肉自助最正宗的吃法 它是沾那个沙茶酱 但是 呃 沙茶酱吃肉吃肉的很容易腻啊 而我的话就是调那个酱油醋 然后 蒜鱼香菜 葱瓜 小米辣 一点点的麻油和一点点的这个沙茶酱 双双辣辣的不会那么微腻 嗯 那个五花籽的话吃起来会脆脆的 口感很好 这就是五花籽 它是那个筋连着肉 你还要进去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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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比较省的朋友啊 你可以 自己带纸巾或者是不用纸巾 这边纸巾是要两块钱的 只要你不带 自带饮料和锅里就可以了 哼 怎么突然就挺嫌弃这个嫩漏 他这边那个招工挺好的 希望这个嫩漏不会很财 那个切肉师傅还是粉丝 嗯 嗯 不会很财 说明他那个招工好 不愧是粉丝 哈哈 嗯 嗯 刚才那个点了十个份 他只上了九份已经吃完了 就当不按套路出版了 那我也不按套路点餐了 我又加了那个五盘的吊龙 五盘的五花子和两盘的那个驰饼啊 呃 等下看他 上了肉的话上了多少盘 然后 种类的话有什么变化 然后有时候有朋友 呃 粉丝朋友会会跟我反应说 点餐是吃素的瓦 他的 第二波上菜的时候会比较慢 所以说我们现在 下单之后我就开始那个计时一下 看第二波他 多久能上来 上肉挺快的 我下单到现在只过了 呃 两分 两分钟 但是这个肉的话 给你们看一下 总共上了八盘 有六盘的这个 嫩肉 两盘的食品 也就是说你第一波点餐的话 上了肉会会比较好 然后后面点的话可能都是 呃 嫩肉偏多 上很多 没吃过这个朝上牛肉猪猪猪 或者是很少吃的朋友 可能 上了肉不会怎么发现 但是你今天看了我这个视频之后 你应该就会 就会懂一些 虽然这家那个 不按套路上漏 但是 这是正常的 厦门的话 包括 别的地方 每一家那个点餐是牛肉资助 他都是这个 这样子的规则 总体来说的话 这家比 其他家的点餐是牛肉资助要好很多 他的肉的话 比较新鲜 比较好吃 刀锅味比较好 然后他那个 环境也OK 先吃嫩肉 这一期的话那个话会比较多 那个大家耐心听一下 对大家以后那个吃牛肉资助 心理上会会有个底 刀锅很好 切得很薄 虽然是嫩肉 嚼起来的话不会那么的费劲 让我那咬接的续航能力能更 更持久一点 但是 不会晚啊 但是脂肪这些我们等下再剪 看后面的肉的话 会有没有变化 说面上的话是两种肉啊 我们那个要分开来煮 刚才可能是我看错了 他有一份是那个 吊龙有一份是嫩肉 这种卷卷的吃起来会比较 比较软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嚼劲 但是这种嚼劲他不是啥 这个嫩肉就比较柴了 这个嫩肉就比较柴了 要 用力咬 好 很多朋友说我那个老是吃肉 不吃新菜啊 其实每次都会有吃的 嗯 这碗好吃多了 嗯 咬起来 啊脆脆的 这个口感我是就像是那个 抹了粉的牛肉 继续点肉啊 可能是我之前点的一碎点太多了 他那个嫩肉上的比较多 那现在的话我就点三份 呃一份胡瓜纸一份吊龙一份 齿饼 看他上来了的话这三份肉 是什么样子呢 吊龙 胡瓜纸 嫩肉啊 就是齿饼变成嫩肉 突然发现了一点小诀窍 那我下次我等一下再点三份 那就两份好肉 一份嫩肉了 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可行 可行的话大家也可以这样点 嗯 脆脆嫩嫩的 嗯 这个口感真的好 嗯 哎呀 啊 嗯 嗯 现在我来点点盘肉啊 一盘那个吊龙一盘那个 呃五花纸 大家可以来猜一下 就这两盘里面有一盘嫩肉的 扣一啊 呃没有嫩肉的扣二 两盘都是嫩肉的扣三啊 应该不至于 五花纸 吊龙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错了 其实我也没想到 我我我又想的是一盘吊龙和一盘那个嫩肉 哇 高品质的牛肉 啊 以后 牛肉自助里面牛肉质量最好的一家 大家的话可以过来尝一下 但是还是要声明一下 视频的话只供参考 因为的话今天可能人不是很多 我散落速度蛮快的 那如果人很多的话 有可能散落速度会比较比较慢 这个是我没办法控制的 我拍的视频都是真实的 都是实事求是的 如果说有作假的话 我今天吃到的肉 就全都是五花子了 好了 朋友们这期视频给大家要说再见了 喜欢老婆的记得点赞 评论加关注一键三连哦 感谢大家 拜拜